欢迎收看本期新游日报 冷饭永远是游戏商人们圈钱的重要手段 骨灰FPS游戏英雄萨姆合集 近日在美国ESRB经济网站现身 被评为M级 本作将登陆PS4 XSOS1平台 英雄萨姆系列是Colodia公司Growteam开发的 带有浓厚幽默气息的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 玩家要与外星人和各种怪物展开激烈的战斗 战斗中可以使用手枪、机关枪、大锤等多种武器 英雄萨姆合集曾经登陆过PS3 Xbox 360 当时共谋涵英雄萨姆HD首次出击 英雄萨姆HD二次遭遇 英雄萨姆3 BFE 英雄萨姆双DXXL四部作品 由于该开发商近几年并未推出新作 此次登陆PS4 Xbox One平台的版本 或许仍然以这几款游戏为主 Steam近日正式揭晓了2018年度最佳榜单 官方创建了包括最畅销游戏、最热新品、最畅销VR游戏 最佳抢先体验毕业作品和人际最高游戏在内的五个榜单 以及薄金、黄金、白银、青铜四个级别 据Dior Shockers报道 近日雪季夜之一世官方在公告中宣称 鉴于在中间键支持以及在线功能支持等方面的难度 雪季夜之一世将取消支持Mac Linux平台 公告还提到 在那些众筹时选择了Mac Linux版本的支持者 可以联系开发团队更换游戏平台 但是公告并没有提及直接退款的事项 雪季夜之一世 目前众筹的金额已经接近555万美元 游戏将于2019年登陆PC、PS、Xbox One、NS平台 由GSQ工作室开发 Game of Game代理发行的修宪门派模拟精英游戏 了不起的修宪模拟器 今日在VGame开启预售 售价64元 即日起至1月11日游戏正式发售前 在VGame预购了不起的修宪模拟器的玩家 可以免费领取一份独家宇宿限定特点DLC 该DLC会让游戏中的一些道具 呈现华丽的进阶效果 包括金币辉煌的流金塔 特质的转眼灯 迎仙盆栽 盘龙中 云龙谷 霸夏石碑等 好了 本期日报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